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江苏南京的袁博园 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是游人传动 不仅有盛大的烟火秀和无人机表演 还有热闹的现场演出和美食文创事集 马上我们来联系正在那儿的总台记者杨光 你好杨光 此时此刻南京袁博园里的国情之夜的氛围是怎么样的 赶紧给我们带来介绍 好的 插陈 我现在就是在南京的江苏袁博园 那么如果说今天晚上 国情的首页 哪边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气氛最热烈 一定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 因为今天晚上在这里呢 是由烟花加无人机加舞台演出 三合一的一个烟花大秀 刚刚呢就在我身后的舞台上呢 是已经是完成了这么一个表演 那么虽然现在呢已经是完成了 但是刚刚我们用无人机记录下了烟花在夜空当中 绽放的瞬间 也就是大家在画面当中现在所看到的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烟花秀呢 是从七点半到晚上八点二十 总共呢是分成四个篇章 首先看到的是一朵一朵在夜空当中 绚烂绽放的烟花就像是夜空中 绽放的一朵一朵五彩斑斓的花朵 这是整个节目的一个序章 而随着这样的一个烟花的演出之后呢 接着无人机就会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登场了 那么在现场呢是总共有五百架的 这么一个无人机的这样一个队伍 在空中呢是形成了一个金色的不停的旋转的星球 配合着烟花 仿佛将烟花和星球当中进行了一个连接 也让现场的观众和这个星球之间产生了一个快乐的连接 那么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表演呢是由五百架无人机组成的 那么加上烟花呢整个的高度啊 是可以达到差不多一百五十米这么一个夜空当中 因此来说不仅是在现场能够观赏到这样的一个景致 在整个游泳园的周边 那么如果说你开车路过的话 也能够一包眼福 而除了像这样的无人机的跟烟花的这个表演之外啊 在现场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国庆的相应的元素 比如说在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观众都会挥舞着国旗 同时有的观众脸上还贴着一面小国旗 那么在观赏这样烟花的同时 也进一步去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那么应该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夜游 今天呢江苏元博园也是迎来了假期首日的一个游客的一个高峰 那么全天呢是有差不多2.5万人次入园了 并且呢我们拿到了一个最新的统计 在整个元博园当中呢差不多有七家的酒店 当中的酒店的入住率也是超过了九成 而其实不仅是在元博园啊 对于整个江苏来说 很多的文博场馆呢都推出了一个夜游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像在人气最旺的一个南京博物院 那么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整个假期期间呢 平常5点钟关门的 那么现在呢是到了差不多晚上9点钟才关门 同时呢还推出了相应的一些很多夜游的项目 比如说有一些飞移的表演 有一些灯光秀 有一些文物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课堂的教学等等 而其实不仅是南京的博物院 那么在整个江苏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差不多有这样的一个延时开放的文博场馆的数量 是达到了92家 那么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会推出450项夜游的一个项目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种种项目的一个推出 那么在整个今天国庆假期首日 那江苏也是迎来了文旅的一个开门红 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 最新的数据是 整个江苏迎来了差不多超过400万人次这样一个游客的数量 而整个文旅的消费也是突破了13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门红了 而相信随着假期进一步的一个进展 这样的数字还会逐渐的往上抬升 而许多景区呢 而许多景区在整个这个新假期期间 也是出现了大客流的情况 比如说像在现在大家在换中所看到的 这是苏州的卓正园苏州园林 包括像今天南京的父子庙等等 都迎来了顺势大客流 而在明天呢 根据文旅部门的预测 比如说像扬州的树西湖 南京的父子庙等等 依然会是许多游客的一个主要的首选地 好 下次目前呢 我在南京圆木圆的报道就到这里 好 感谢我们总台记者阳光的报道 让我们感受到了 金陵的国庆之夜的流光异彩 谢谢 东方时空 稍后继续